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方便救治的时候能注意一下 男友告诉大家装群师一直都很健康 除了父亲有点水不平衡之外 没有任何家族遗传病 因为没有可考据的死因 最后家人决定对装群师做解剖检查 找到病因 最终的检查结果确认 装群师是突发脑出血 因为太年轻 病发得又急 因此没能救回来 另外 这个病想必也和长时间工作 加熬夜等各种原因有关 之后装群师的遗照也曝光 遗照是这张穿着紫色蓬蓬裙的照片 照片中装群师笑得十分温暖可爱 今天家人再次公布了装群师的葬礼时间和地点 并附上了慰问款项的银行账户 希望装群师的粉丝们有一个慰问的渠道 出遍的时间定在了12月2日上午10点 随后再进行遗体火化 相信到时肯定很多亲朋好友去送别装群师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装群师的名字 但一定听过他唱的新年欢乐歌 早年装群师和王雪晶 金燕子 小妮妮四个女生组成Mgirls组合 发表过《开心迎接丰收年》《飞跃新年》《新年依爱》等歌曲 组合最火的就是装群师和王雪晶 两人合唱的歌曲至今依然有很多人在听 装群师是童星出道 从小就漂亮又可爱 两岁就开始当童模 长大后不仅唱歌好听 还兼职主持人和演员 是个全方位发展的艺人 这些年装群师为了发展事业 兢兢业业十分勤奋努力 导致这个年龄还没有结婚 现在装群师突然去世 对他的家人和男友来说 都是很难以接受的 最后希望装群师能够一路走好 也希望庄家父母能够坚强 不要让女儿担心 外媒11月29日传来令人悲痛的消息 马来西亚知名女艺人装群师 因突发疾病突然离世 年仅37岁 粉丝们感到震惊 因为消息突然传来 让他们对装群师的喜爱心情 摸不着头脑 他才37岁 早上还在分享开心的日常生活动态 到了傍晚 却传来了他离世的消息 这样的突然让人难以置信 据透露 他在工作时突然倒在了片场 经抢救无效 不幸去世 据中国报报道 装群师在28日早上突然去世 年仅37岁 目前尚不清楚具体死因 警方和法医正在与家属进行沟通 以确定详情 当时与他一同合作拍摄的工作搭档透露 大家都非常开心 突然他坐在旁边说身体不舒服 而且伴随着想要呕吐的感觉 装群师不到几分钟的时间 就全倒在了片场 据知情工作人员透露 他在倒下后还有呼吸 但已经失去意识 心跳异常快 超出正常范围 不久之后 他的嘴唇和四肢都变成了发紫的颜色 全身开始出现淤血斑 他倒下后 片场的急救车紧急出动 但遗憾的是 短短35分钟左右 装群师已离世 他已经停止呼吸 心脏也不再跳动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 让片场所有人都感到震惊 就像是从天堂跌落到地狱一般 我们约好了 一起在早上9点左右开工 他在开工之前发了一个状态 他看起来红润而健康 就像是万人迷一样 他似乎完全没有任何身体不适的感觉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 他就突然去世了 装群师的亲人 已经通过他的社交媒体账号发布消息 宣布了著名歌手装群师 在28日因疾病突然离世的沉痛消息 他悦耳动人的歌声广受喜爱 特别是那些充满欢乐和传统的华语新年歌曲 今年他无法再与大家共度新年 感谢他为大家带来的无尽欢笑和温情 装群师离世的真正原因 大家推测他可能是因突发心脏疾病而猝然去世 或者是由于心血管动脉等疾病的突发引起的 警方和法医目前正在与家属协商处理此事 并相信会在后续公布死亡的确切原因 两岁起装群师便在父母的陪伴下参与各种活动 七岁时更是夺得了儿童选美比赛的冠军 接下来一年他成为了童星 之后和王雪晶 邱燕妮 陈金燕一起组成了四人女子天团 他突然的离世让人难以接受 网友纷纷留言 一路看着你成长 太突然了 实在无法接受 深感痛心 感谢你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回忆 愿你在另一个世界里平安 11月28日深夜 马来西亚女星装群师社交平台账号 更新一则令人痛心的消息 11月28日 有消息称 他在拍戏途中猝使 带救护车赶到时已经没有呼吸 年仅37岁 现场人士还原当时状况 他突然头部剧痛 并开始想要呕吐 随即身体变成紫色 医疗人员赶到后 虽马上施救 人无法救回 有消息称 庄群师当时正在位 Squad Psycho 拍摄第一集节目 同场拍摄 演员蔡子 接受媒体访问时透露 大家在早上8点30分左右开始拍摄 两个小时后准备换装 他站起来吹头发后 突然坐在椅子上说 头晕 头很痛 想吐 工作人员赶紧把庄群师侧躺在地 现场有懂急救的工作人员探测 不省人事的他当时仍有呼吸 但心脏跳得十分快 过不久 他就口唇 手脚发紫 五分钟后 救护车抵达现场 救护人员赶紧给庄群师进行急救 但最终宣告不治 蔡子提到 全程不过是30到40分钟 男友悲痛表示 他生前没有特别疾病 我们吃了早餐后 开始拍摄 他当时完全看不出有问题 没想到 从此天人永隔 庄群师是童星出身 两岁开始便参加杂志举办的儿童选美比赛 首张专辑是与王雪晶合作的双星暴喜 一他在2000年组成四个女生组合 后来以Mgirls之名重新出发 身兼歌手 演员 主持人等身份 据悉 马来西亚童星庄群师与王雪晶合作拍摄的贺岁专辑系列 双星报喜 深受大家喜爱 该系列歌曲包括 恭喜恭喜 迎春花 财神道 嘻嘻哈哈过新年 祝福你 拜年 新年好 招财尽宝 歌唱新年新气象 人人笑颜开 恭喜发财发大财 喜临门等等 记者翻阅了他的各个社交平台 在11月27日 也就是去世前一天 疑似他本人的抖音仍在更新 他的微博 曾在今年年初许下新年愿望 希望 上天眷顾 我多一点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